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六章 车船税 来 车船税先提示一些易错点 首先征税范围 不管是需要登记的还是不需要登记的 只要你属于我们车船税法 所规定需要征收车船税的船舶呀 车辆呢 只要是我们境内的 对不对 那都要交这个车船税 本管要不要登记 那你像境内的单位和个人 如果租进来的是外国籍的船舶 那就不需要交 因为这艘船不是我们境内的 是境外的 如果把我们境内的船出租到境外去用呢 那也照章征收车船税 因为这个船是我们境内的财产 它是一个财产税嘛 好 那么纳税人呢 那就车船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财产税嘛 受益人纳税 谁的车船 谁的财产 谁交税 好 这注意有代收代缴 义务人还有委托代征的情况 从事机动者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对吧 他在收保险费的同时 他会代收代缴一笔车船税 好 那如果是船舶的 那是海市管理机构 受税务机关的委托 在办理船舶登记手续 或者受理年度船舶登记信息报告时 来代征船舶的车船税 好 所以船舶的车船税 是海市管理机构来代征 税务机关委托他代征的 而如果说是车辆的车船税呢 往往的一般是由保险公司来代收代缴的 好 接着车船税的重点 计税依据 而且你要关注他们的计税单位 那首先车 我们分为载人的和不载人的 载人的车 摩托车 乘用车 客车 那就以量数 作为计税依据 计税单位就每一量 对吧 好 那不载人的车呢 那像货车 专用作业车 轮式专用机械车 这都是按照整备质量 吨位数 按重量 作为计税依据 而且这当中还包括 客货两用车 这个计算的时候要小心 客货两用车 不是当作客车来处理 而是当作货车来处理 好吗 按货车 也就是按它的整备质量 吨位数 作为车船税的计税依据 好 完了 机动船舶 进冬位数 游艇呢 看长度 对吧 停船长度 好 完了 因纳税额计算 车船税分月来算 它的这个车船税 那拿年纳税额 你要注意 它当年的这个纳税义务 所以如果当年是新购置了车船 购置当年的因纳税额 自取得车船所有权 或管理权的当月企业 按月来算车船税 它是从当月就开始算 那么什么时候 是取得车船所有权 或管理权的当月呢 你怎么去判断呢 一定找的是发票上的时间 找你买车买船 你这车船上发票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比方说你在8月31号 你付钱买了一辆车过来 但是9月2号人家才开发票 那也就意味着你的车船税 是从9月份开始算 而不是从8月份 因为你要看发票上的时间 这计算的时候要小心的细节 好 还有就是计税依据当中 如果有尾数的一律 按照含尾数的计税单位 来算应纳税额 最终算出应纳税额 再来45度保留两位小数人 比如说 你这个算机动船舶 它要交的车船税 那这个净吨位数 它如果告诉你 净吨位是10.339吨 那你不要45入为10.34 直接就是10.339 来乘以每一吨的车船税 定额税率 对吧 然后算出应纳税额以后 我们再来考虑四手五入 保留两位小数点的事 好 完了就涉及在计算的时候 有四种情况 我们是减半征收 也就减半来算车船税的 一个是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 如果谈节能汽车的时候 减半征收 然后挂车 减半征收 拖船 非机动舶船 这是按照机动船舶 算出税额以后 减半征收 拖船非机动舶船 而拖船往往题目给的是一个发动机的功率 你要把它折算成 灯位数 那发动机功率怎么折算成灯位数呢 每一千万乘以0.67 折合成灯位数 然后算出税以后呢 别忘了还得减半 乘50% 达五折 好 那再一个 如果涉及到一个纳税年度内 我们已经完税的车船 后续因为什么被盗抢啊 报废啊 灭失啊 我可以申请退税 那么发生这些事项 我们说从自被盗抢灭失 对吧 或者说报废当月起 一直到纳税年度 中了期间的税款 都可以去进行退税 好 那如果说是被盗抢的车船 原来我已经办了退税了 之后又失而复得了 那么失而复得的当月起 又得重新来算车船税 这都当月啊 好 然后以缴纳车船税的车船 在同一纳税年度 办理转让过户的 就不用再交税了 当然也不会去退税 因为交过了就麻烦啊 不用再去退 反正从下一年开始 这个车你卖给别人了 下一年那就有其他的人 对吧 有那个买车的那个人 下一年他就车的新的主人了 他再交税就行了啊 好 然后车船税的税收优惠 这个是他的重点 这里边提示注意啊 新能源 我们是免税的 节能车 咱们是减半征收的 如果是新能源的话 注意 新能源车 免税的新能源车 指的是纯电动的商用车 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 燃料电池商用车 这是免征车船税的 如果是纯电动的 乘用车 燃料电池乘用车 它压根不属于征税范围 它是不征收车船税的啊 还有就是免征车船税的 新能源船舶 我们要看 怎样是属于这种 新能源的船舶呢 你就看它的动力专制 靠什么发动啊 靠纯天然气的发动机 对吧 来 这个 产生动力的 那我们就属于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 传播 好 这些关注细节啊 如果是节能车的话 咱们是什么 减半征收 OK 其他的税收优惠 大家还是要去熟悉 因为它是高频考点啊 然后像征收管理的话呢 你注意那个纳税地点 纳税地点如果说你是需要登记的 那往往你要自行报税 那就登记地 你要是有那种扣脚义务人呢 那就扣脚义务人所在地 如果不需要登记的呢 那就车船所有人 或者管理人的所在地 因为它就没有一个登记地嘛 好了 其他的大家自己再熟悉啊 不说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选题 下列车船单中享受减半征收 车船税税收优惠的是 选项A 纯电动的乘用车 乘用车 还有燃料电池乘用车 这些压根不属于征税范围 所以它不征税 它不属于征税范围 那如果是纯电动的商用车 燃料电池商用车 那就属于免征车船税的 新能源车船 对吧 好 那再一个是 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 这是免税的新能源 符合规定标准的节能乘用车 这减半 好 所以说减半征收的只有地 只有地 OK 好 看单选题 某公司2022年拥有船舶两艘 净灯位呢 分别是200吨和181吨 再来 120千瓦的拖船一艘 所以这个拖船 你要把它的功率千瓦 折合成净灯位 然后呢 拖船算出来的车船税 还得干嘛 打五折 对吧 减半征收 好 小型船呢 两艘净灯位呢 每一艘都是一吨 净灯位呢 不超过200吨的机动船舶 每一吨呢 是三块钱 问缴多少车船税 这个题好好说啊 他没有 让你去考虑那个 那时候有发生时间的事 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 200吨 对吧 每一吨三块钱 181吨的那个船舶 每一吨三块钱 好 然后再来看 120千瓦的拖船 每千瓦 乘以0.67 折合成 灯位数 好 算出来 每一吨 三块钱的税 然后别忘了 乘以50% 还有小型船两艘 每艘是一吨 每吨呢 三块钱 这么来算税就行 如果说涉及到 当年新购置的车船 从取得所有权的当月开始 就得算车船税 而怎样来看 取得所有权的当月呢 发票时间 你发票的上的时间 是几月份 那就从那个月开始 对吧 来算你的这个车船税 好 再看多群体 下列各项当中 以整备质量每吨 作为计税单位的是 以整备质量每吨 作为计税单位的 那就是不载人的车 比如像 专用作业车 三轮汽车 对吧 挂车 这都是客车呢 客车是以每一辆 作为计税单位 因为拉人的车 对吧 好 那专用作业车 三轮汽车 挂车 这都是 整备质量每吨 游艇呢 它是按照长度 作为计税依据 所以它的计税单位 是挺身长度 每一米 另外就这挂车 我们说算出来以后 你别忘了 它还有减半征收的规定 还有就是要小心 客货两用车 客货两用车 它也属于 以整备质量每吨 作为计税单位的 因为它属于货车的范畴 它不按照客车来 好吧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先讲到这几个小水轴 后面我们再继续 下来 咱们再继续 前面 剧